又回到每個星期你最期待的遊戲 在到年尾總會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排行榜 作為男士的你,你又最期待哪一個呢? 今個星期真是太多人報這件事了 那沒辦法啦 只好在今個星期,免為其難的為大家報道一下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個星期三位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界八卦花生新聞 而星期六就會跟大家看看星期的遊戲界資訊及消息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Hey Guys, I have some news for you 今個星期多多少少的內容未夠18歲是不應該看的 如果你是未夠18歲的話就自己好好留意一下 每年年尾總會有些不同大大小小的排名 就好像遊戲的銷量、最受歡迎又或者其他元素 老實講大家年紀越來越大 對啦,要看完所有的排名、所有的頒獎典禮 的確是有點難度的 再再加上我這個頻道大約八成都是男生 不如我直接一點啦 大家最留意的除了是遊戲玩法 又或者是好遊戲的頒獎典禮之外 P牌的影片網站 我相信大家都會留意它的排名 P網是什麼呢? P網是一個給人專門在外國看大人向、紳士影片的網站 去到年尾都會針對一年之中 對遊戲作出的搜尋Keywords做一個數據的統計 不如又看看大家對自己喜歡的作品 另類的熱愛又多厲害了 不如看看有什麼作品上榜 第十位有ROBOTS 啊? 之後有APEX、原神、Five Nights at Freddy's 再對上有Among Us、荒野亂鬥 第四位有Pokemon、第三位有Overwatch 第二位是Minecraft、第一位是FORNA 排名都幾出人意表 是啊,我死的時候都懷疑過自己的眼睛很多次了 好啦,我們看看角色方面 第十位有春麗、第九位是Link 是啊,你沒聽錯啊 第八位是Ada Wong 第七位有腐霸技 第六位有FF7的Tiva 第五位有碧姬公主 第四位有Bio的Gill 第...第三位是Mario大叔? 第二位是Overwatch的Diva 而第一位就是很多老Gamer都會認同的女神級角色 羅拉 今次整份report就長達五十多頁 老老實實講,我上P字網站 都是想著很輕鬆、很快捷看影片 太多字我就不一一詳細講 不過單單看名單方面去猜測 今次遊戲又或者角色所屬的遊戲 對象年齡都好像有點傾向年輕人 又或者可能就是大家的童年回憶 所以出來的結果是這樣都合理 不過個人喜好這件事真是因人而異 又不知你今年有沒有對你自己喜歡的角色出心出力支持呢? 不過講到遊戲又或者紳士元素 紳士遊戲又是另一種很多玩家會留意的部分 之前都有很多不同的玩家叫我 遊戲很多時候是英文、日文、甚至其他外語 而語言不通 很多時候就會成為玩家不能好好享受遊戲或其他創作的原因 所以就出現了一系列不同的漢化組 不過日前上海發生了一件事 令中國大量的成人遊戲漢化組被人連根拔起 根據中國東方報的報導 上海有位太太報案說自己的小朋友由高二開始 中日都沉迷這個成人遊戲 令到成績一落千丈 同家人的關係都受到影響 最後上海浦東警方公布 他們就著這個事件 逮捕了13個非法成人漢化組 並且檢獲超過100TB的成人遊戲 警方就說在遊戲中 只要數個QR Code就可以進入特定的專門遊戲群 他們都發現會員有兩種 一種就是每年貨50元的玩家 而另一種就是一次過貨299元的終生制玩家 遊戲群大約有1600個人 警察的調查員就發現 只要你貨了金之後 你就可以下載群入面的所有成人遊戲 警員加入的就是6號群 QQ每個群人數上限2000個 所以合理估計會員數都將近12000人 以每年50元去計算 哇,營運者連收入都有60萬 上海警方今次逮捕的13個人入面 年紀最小就只有19歲 在中國分享有關的遊戲 即是成人遊戲 其實就已經犯了傳播淫屍物品罪 可以被判兩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所以如果是在中國境內 大家又想玩紳士遊戲 就真的要小心點 不然就要洗乾淨8月15 好啦,講完中國新聞 不如又報一下台灣的東西 之前丁特對天堂M的指控 相信大家都聽過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我就很快速講一講 本身天堂M就是打著跟韓彈一樣的旗號吸引玩家 其中公告也提到 所有的機率都跟韓彈一樣 可惜丁特在實測後 他就發現機率方面似乎有相當大的不同 之後丁特就打電話去代理遊戲骨子 跟他相討的同時間 代理商竟然偷偷修改原本誤導他的公告內容 在節目中丁特直播著整個過程 同一時間有2萬多個玩家一起見證著 引起了非常大的網絡迴響 日前代理商遊戲骨子終於有進一步行動 並且表示 其實我們已經在今個月的10號 對丁特提出了民事訴訟 以為遲返公司股東的權益和商譽 遊戲骨子的聲明都提到 丁特不斷散布不實的內容去抵威他們 並且表示之前公司曾經多次保持開放 及善意的態度溝通 但丁特變本加厲 又覺得丁特是一個非常有份量的公眾人物 這樣做某程度上都是為了去刷直播流量從中獲利 所以就決定在12月10號向丁特提出民事訴訟 而丁特方面亦都在今個月的19號作出回應 表示自己是一個消費者,亦都有權去維護自己的利益 在者今次事件與官方最初起記者會承諾 股東製作的機率同設定和寒彈一模一樣 不會暑該機率互相抵觸 丁特的Channel 亦都依然有當日得知被提告之後 被人屈她說要靠大位其他人來拿流量的直播精華 到底最後是大財團拿到勝利 還是正義要站在丁特的一方呢? 這個大家只要留意啦 有時買周邊的東西大家都會說有市才有價 但有時候官方推出的商品價錢都會有機會嚇大家一跳 月女遊戲亂與製作人推出過不同的Crossover周邊 而他們今次終於推出很多女孩子都曾經渴望擁有一套東西 是什麼?就是婚紗 今次遊戲與上海的Reculture聯名推出一系列的聯成作品 以五個主角的龐伯和喜好做出一系列特製的婚紗 根據台灣方面的報導 婚紗方面交加44000多人 圍起來大約是54000港元 但記者發現有關的婚紗 是以舊款婚紗改造變成的生產品 而且再者官方提到的手工LACE 都是一些網上可以買到的成品貨 而製作方面亦都有很多細節上的問題 例如是串字串錯了 又或者是線頭飛出來等等 這樣的品質叫價5萬多 相信有很多人都會覺得不合理 然後就有玩家拿同樣的設計去淘寶打架 得出來的價錢是多少? 多數都是1000元以下 不過又這樣講 不同的設計方面都有成本 再加上不同的IP聯成中間都要用到很多人力物力 再加上本身遊戲的號召力亦都非常驚人 價錢貴一點來說 我想大家都不會覺得有什麼出奇 不過會不會買呢? 這個就看玩家對遊戲作品有多有愛 但其實今次都不是ReCulture第一次跟遊戲做Crossover 王者榮耀之前亦都公開跟他們做一些角色聯動婚紗 除了現實的婚紗之外 更加推出了以4個女角以花開為題的婚紗Skin 我想買Skin來說應該比買珍婚紗更易入手 好了今集的GameHUB就來到這裡 喜歡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在網上見到什麼有趣的新聞都可以PM我 我是希致閣 我們下集節目再見 拜拜